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学教花姐频道 我是Eve 今天我们就讲关于学业的东西 就来放榜了 那你知不知道什么叫U-Class Clearing U-Class Clearing 其实就是我在英国 第一份在教育界的工作 究竟是做什么呢 我们今天就会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想知道英国的资讯 记得按一下小铃铛 就会即时收到通知 U-Class Clearing 其实就是一个 英国大学大家会做的事 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有学位 未有人读的话 你就会在U-Class Clearing 的时候 就要放出来很公开地告诉大家 我现在这些学位还在收紧人 如果你达到这些成绩要求 你就可以申请了 譬如说我曾经做过一间的学校 就是University of Greenwich 我们当年的Clearing 就比较多学位了 亦都我们就有三个C的 叫做入学资格 所以如果你过来想Clearing 想进来我们大学 只要有三个C 亦都可以读我们的科程了 每一间大学 他们可以放出来Clearing 的学位 亦都有不同 譬如说 G5 UCL LSE 或者 KCL 他们有机会是没有学位 是放Clearing的 Clearing 是什么时候进行的呢 Clearing 就是会在A Level 放榜那时候进行的 很多时候的Clearing 是给一些如果你是 第一个Clearing 和第二个Clearing 的学生 如果你达不到成绩要求 没有学校修 你就会跌入Clearing System 你就要去找学校修理 去读大学了 不过近年 其实U Class Clearing 亦都开放了一些机会 给各位和学生 例如说 可能你初初的Prediction Break 不够好 而你最后放榜的成绩好 你希望试一些比较好的大学 亦都可以在Clearing 碰一碰运气 或者你是原本 可能在读想读 营养学 然后就转到法律 你是完全转科的话 Clearing 亦都是一个选择 就可以给你重新选科 所以现在Clearing 就不是说 只是成绩差的学生会用的 其实每一个同学都会用 不过再记住一次 大部分的G5 或者成绩排名好的学校 一般来说 亦都没有学位再放出来 所以Clearing 大部分 都是给一些转科 或者可能是排名广 20名以下的大学 才会用的 Clearing 其中一个手续 就是跟别人抢学位 因为如果我只有10个学位 一收满学生 我就收完 我就不会选学生 是先到先得的 所以在Clearing 的过程来说 都是叫做手快有手慢无 到了现在Clearing 亦都需要用打电话 去联络 所以如果你是新在香港 需要是Clearing 的话 我们建议你可以去中阶 或者亲自去逐个逐个学校的网址 看看他们的学位的情况 接着再打电话去确认一下 他们还有没有学位 接着进行申请 确认Clearing 亦都要在UKAS 进行 当你找到一间大学 他们肯收你的时候 你就会把你的Clearing 号码 交给那间学校 他亦都会再通知UKAS 这样便会确认你的学位 Clearing 大概 就会进行大概1至2个星期左右 有一些学校 可能到9月底 都仍有Clearing 如果你是突然想来英国读书的话 你亦都会有机会 用Clearing 系统 来申请你的本科 今年8月 我们亦都会和熊学仔放榜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欢迎留言 我们就可以联络你 一起放榜 今集就到此为止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留言 否则下一次再见